我们切入直播的信号 来看一看这个比赛现场的情况 其实我们刚刚看在启航的时候 洛阳龙珠协会启航也启得非常的好 把握的节奏把握的非常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三道上海海洋大学 这是辽城大学 这是二道的辽城 现在是 二道的辽城大学 现在被三道的上海海洋大学 四道是洛阳龙珠协会 这组比赛应该说争夺非常激烈 还是二道的辽城大学稍稍领先 三道看能不能够 上海海洋大学在昨天的500名比赛当中 获得了第一名 好 还差这么一点 哇 就是辽城大学 终于扳回一局 辽大 第一个过了终点 在一般强劲的后半程的发力冲刺 六百点 12秒 取得第一名 无尽泰湖 他们在各方面吧 对面这个靠里一点的这个稻刺可能 更有 其实这个水深在过去我们第一年到这的时候 我记得只是一个出 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治理之后 包括这个整个我们这所在的 解说席所在的这一侧 现在大家画面能看到屏幕下方这一侧 这三边整个修建起这个钢筋混凝土的这个砍台之后 应该水深的平均度应该是更好 底下的淤泥也都轻了很多 基本上应该是深度相差不多的 但是今天我看到二道的广东远航九江 有可能是第二个破终点 没错 还是两支九江队 估计泰湖安是拿到了第三 以及安心 好 加冰龙